基隆市议会总质询 市议员郑文婷质询表示 再怎么盖停车场都赶不上车辆成长的速度 因此建议是否能评估将电动机车政策转为共享运据 以因应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尤其以我们基隆来讲 你盖再多的停车场 你都追不上汽车的数量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以共享汽车或机车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去推广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然后一步一步走向净零排放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件事情也希望市长能够再仔细地去评估一下 我们的电动机车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式 让市民能够共享这一些机车 这个也不违背你推动电动机车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初衷 那我希望市长在这个部分 能够有更周全的一个思考 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环境更友善 那让每个人他要出门的时候 他可以在家附近 我就用共享机车共享汽车 我达到我的目的地 这一台车还可以让下一个人继续使用 那我建议市长 基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U-bike 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一件事情开始做起 如果我们有U-bike可以进到我们的基隆市 让很多人他不用骑机车到火车站 到成绩转运站这边来换搭公众的运输工具的话 那透过U-bike共享这个脚踏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先逐步的来改善交通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周全的一个做法 提供给市长参考 市长谢果良达询时说明 电动机车政策有把绿色运具和共享运具纳入 也将积极推动年底前在观光景点有共享运具 我个人跟议员表达我认同您的看法 我真的有认同 但我希望先求有再求好 我们一个简碳的方法是改变传统的运具变成绿色运具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是让自由的运具变成共享运具 这两种方法都是对的 没有不对的 我的五万台青年电动机车 在我的心里面的蓝图跟想法 希望这些最后能够变成共享运具 那这个有没有机会做到 真的是有机会的 所以未来我们会按照您的方法来去推动这方面的一些业务 然后随时跟议会来请教跟讨教 那脚踏车的部分 因为我已经去U-Buy去过 而且有详尽的评估 会后我可以跟您报告 为什么是有所谓庞大的负担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您的建议非常好 我可以跟大家承诺 可能在观光景点 可能数量不是很多 可是今年年底以前 今年年底以前 我们就让基隆有共享的运具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我都没有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